大家好,欢迎来到Mite学院Python原编程基础 第四阶段的第二节课的下半部分内容 所以上半部分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半 介绍了这个WireLoop这个程序的用法 下面呢,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段程序 看一下它执行的结果,是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样 好,首先程序提示,Int and Integer 大家注意,这个提示是因为开始我们初始的Gas Flag这个值是一个False 所以呢,WireLoop它的条件满足 那么就进入这个循环的内部 这是通过这行命令 程序显示出来让我们输入一个数字 好,假设我们输一个5 这时候大家注意,输入5之后 5将被附于这个Gas为5的值 Gas将有这个被附置为5 之后呢,我们依次来判断条件 我们看一下,Gas等于Number 显然是不成立的 因为5不等于59 所以呢,我们将跳跃过这个F之下的主体部分 到下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 Gas小于Number 5小于59成立 好,这是我们将进入这个LsF的内部 所以,打印出来这句话 就是说,实际的值要比它高 您继续猜 这时候呢 当然,下面一个Ls会跳跃过 在跳跃过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是 因为我们所有的code这部分 是在WireLoop之下写的 所以呢 这时程序会返回到WireLoop的第一行的初始 重新判断这个条件 这时,因为我们 这个Gas flag的值并没有被改变 还是false 所以条件仍然成立 所以这是程序 就如我们所设计的那样 继续开始循环 打印出来第一行 让我们再次输入一个Integer 输入一个整数 好,这是假设我们输入一个大一点的数 我们输入一个66 大家看到 在下面的F语句中 因为66比59要大 所以我们进入这个else的部分 打印出来说实际的数字要低一些 这是重新回到WireLoop的开始 来评估这个条件是否满足 因为Gas flag它仍然是一个false 所以这个条件仍然是满足的 那么呢 也就是说这个条件 false等于false 这个语句本身是转回一个true 所以我们继续开始循环 要求用户输入下一个数字 好,假设这次我们猜对了 那我们输一个59 好,大家看到 这时我们将因为第一个F语句的条件被满足 也就是返回为真 那么呢 我们这时代码执行到 我们修改这个Gas flag的部分 也就是把Gas flag变成一个真值 这时呢 在跳跃过后面两个F语句 因为条件不成立之后呢 回到循环本身 while loop本身 这时 它判断条件的时候 因为Gas flag这时 它的值已经变成了个true true不等于false 也就是说 true等于false 这个语句本身返回一个false的值 那么我们就跳出while loop 所以答应出来 后面恭喜您猜对了的语句 好 希望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掌握了这个while loop基本用法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些别的例子 假如说有的同学们说 我设计游戏的时候 我不想给用户无限次数来猜 往往我们打的游戏都是 这个主人公他有几条命 对吧 比如说超级马力有三条命 那么呢 我只给你三次机会猜 比如说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来设计这个程序呢 那当然 我们就会合适的在while loop和for loop之间选择 如果我们只愿意程序运行固定的一个次数的时候呢 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会使用for loop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怎么通过for loop 简单的修载这个程序 让它变成另外一种设计 好 假设我们现在给用户一定的机会来猜 也就是说 我给你三次机会 如果你猜不对的话 那么游戏就结束了 好 这时候我们定一个变量 叫number of chances 也就是三次机会 一共有三次机会来猜 这时呢 我们就用到开始我们学过的这个for loop的用法 用法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变力的变量 叫i 也就是说 i在这个range从1到3加1之间来变力 大家可能想为什么你不是说三次为什么是3加1呢 大家注意到这个range这个函数本身 因为它返回的是从包括第一个左边的值到右边 但是不包括右边本身这个值 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循环从1到3 我们必须要填进去一个4 这时候呢 它刚好返回1,2,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number of chances加1 好 所以这个i 它就开始 依次复制为1,2,3 在循环中执行 所以呢 我们看到我们用一个for loop的形式 好 这个for loop定义完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想给用户打出一个信息 说这是第几次机会 比如说 当i等于1的时候 我们说chance1 就是第一次机会 好 下面这个代码和之前几乎一样 就是让用户来输入一个值 然后通过if一句来判断 在判断的时候呢 我们稍加改动 也就是说 我们想告诉用户 您如果猜错了 您还有几次机会剩下 那么当然 这时候我们就通过之前 总共有几次机会 比如说有三次机会 当前已经是第几次机会了 比如说用户在第一次 进行这个for loop的时候 i等于1 那么这个3减1就是2 就是说 如果用户猜错的话 您就告诉他 我们 你只剩下两次机会了 当第二次这个程序运行的 就是for loop之内 第二次程序运行的时候 i等于2的时候 当然3减2等于1 也就是说 您还有一次机会剩下 所以呢 通过这样一种设计 我们就完成了 对这个内容进行一个更改 也就是说给用户一定的次数 来尝试这个游戏 并且给用户相关的提示信息 好 我们现在试一下玩这个游戏 就是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好 我们看到 在console上 我们打印出来 您有三次机会来猜 第一次 我们输入一个数字 比如说10 您猜错了 实际的数字比这个要高 您还有两次机会 好 我现在输入一个 68 不 实际的数字比68要低 您再猜一次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好 那我假设现在猜一个59 Bingo 猜对了 好 这是因为我们猜对了 所以程序 跳出循环 大家可能注意到 我们这用了一个新的语法 叫break 我们下一章会 会详细讲到这个break 这个break是一个特殊的关键字 在python里面 在很多别的语言里面也有 它的意思是说 只要程序直行到break 那么我们就跳出这个break 所从属的循环 也就是个for循环 我就不再判断所有条件 直接跳出循环 执行循环后面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print done 因为这时候 一旦用户猜对 我们就不想再继续循环了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break和for循环 加起来 有一点像这个wile loop里面的功效 当然是根据我们具体的需要来选择 到底是使用for loop 还是wile loop 好 通过本节课和上节课的例子 我们跟大家详细介绍了 如何使用wile loop 以及for loop 还有range的用法 下节课呢 我们将跟大家开始讲解 break continue 还有pass 三种关键词的用法 好 这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 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